現在我們要繼續做水餃的部分 今天的水餃我們是用中筋 所以你來秤中筋的粉 中筋的粉放在鋼盆 每一組派一個代表過來秤中筋的粉 然後繼續搓揉 這個步驟跟剛剛有點像 但是沒有一樣 因為水餃我們是不發酵 我們不用加酵母粉進去 這樣懂嗎 所以等一下直接搓揉 搓揉以後也是做成麵糰 那水餃的麵糰請注意 水餃的麵糰我們也是10克左右 然後不發酵直接切成10克 這個就是湯包的麵糰 一定要搓到麵糰是光澤的 然後放在 那你要放在盤子上面去發酵的時候呢 最好是放鹽粉 好那今天的水餃我們是用高麗菜跟蔥 那老師這邊的高麗菜跟蔥 你要來拿每一組拿 每一組拿300公克的高麗菜跟你的肉 跟你的絞肉混在一起攪拌 跟蔥喔 蔥跟高麗菜都把它過碎喔 過碎喔 過碎喔 這個水餃 這是水餃 也要補碎了 又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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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克 這麼小 10克 我會G.SH 我會G.SH 要來自賣的 就要去把 好,同學,看一下我們現在搓的是水餃皮 那水餃皮呢,你先把它搓成圓圓之後,每一個大概是10克左右的大小搓圓了之後呢,再從旁邊用擀麵棍往內,往內擀進去,然後再推出來,邊就會裹,那這樣子包下去才會好吃,才不會太近 同學,看一下那個包水餃就是中間,把餡料放進來之後,對折,掐緊,然後三分之一處再墊上來 再折,折到最後讓它能夠立體站起來,會嗎? 好,這樣子,三分之一處,折 你先放這邊,你要放哪兒? 因為你看起來很奇怪,要加點 那邊很奇怪,多知了 來吧,先放這邊,等一下,等一下 沸水,就是加了兩次的兩碗冷水,然後這樣全部的時間加起來大概有七分鐘,就是讓裡面的內餡煮熟 那這個就是水餃的成品 那這個就是水餃的成品